我喜欢享受生活 我热爱探索自由 让我们一同爱自己 男生其实都要认真听 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 怎么样可以远离子宫的疾病 而目前坐在我们的直播间 跟我们的广播间的现场的 就是超人气的美女营养师 黄小彤 小彤早 大家好 大家早 对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小彤的话 其实应该会 真的是为之惊艳 如果有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 当然你就看得到了 我不用形容 但是没有办法看到直播的朋友 我为各位形容一下 基本上这就是一个 被营养师耽误的超人气美丽model 大概就是这样 主持人过奖 没有没有没有 刚一走进来的时候 真的是吓到我了 170公分 对 170公分 而且身材非常好 一双长腿 今天还穿了一个非常短的 是裙子吗 裤子 非常短的短裤 我刚问他一句 你不会冷吗 他说有一点 对 而且皮肤非常好 我们先近距离看 皮肤非常好 就是很光亮 一头长发 基本上就是集所有的美女的特质于一身 但是她是一位营养师 自己从小就是对这方面有兴趣吗 我其实是第一志愿就填了营养系 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 你是马来西亚人 我是马来西亚人 可是你的国语完全听不出来 可能我待台湾比较久 待了今年是第八年 第八年 你是来台湾念大学吗 还是 对我在台湾念大学 然后后来毕业后就在这里工作 你应该是我见过最美的马来西亚人了 还不行这么说 真的啦 真的 我真的觉得她是我见过最美的 我们的直播人数持续的飙升当中 大家都说 不分男女都说真的很漂亮 而且还把 有人说把车子停下在路边看直播 你们这些 我该说你们是禽兽吗 但是欢迎大家来看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小童最近出了这本书对不对 就是远离子宫疾病这样吃 对就这样吃远离子宫疾病 是这样吃 但也可以啦 远离子宫疾病我们要这样吃 对你刚刚说你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来台湾求学 她念的是就是相关的吗 营养相关的 对就营养系 好 那就是因为其实我看了你的经历 你其实 你之前就其实常上很多节目嘛 对不对 你常常也有上一些电视节目 对我们只能说人正真好 人正真好 那其实这本书对于女生来说 非常的需要 那为什么当时会想到要 因为其实营养师可以出的书 非常的多 这个是你的第一本吗 对这个是我第一本书 你为什么第一本书就想要针对 妇科疾病来 其实这个是因为我之前是待在 人工生殖医学中心 是一个妇产科 主要是做不孕症这一块 然后我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 其实很多女生不管年轻啊 或者是可能比较有年纪 大家都会有妇科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就总结了十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些妇科疾病呢 就有统整在这本书里面 跟大家说说其中的一些原因跟我们饮食上跟生活该注意什么 好所以呢今天我们除了要针对一些女生比较常有的一些妇科的问题 然后给大家一些饮食上的建议之外 当然呢因为难得有机会 所以我们也会开放call in 0223-639955 等一下我们会开放call in 任何女性照护的饮食的问题 都可以问我们的营养师 但是不开放男生问说 请问有男友吗 请问还单身吗 可以加line吗 这种问题抱歉哦 这种问题我们就会过滤掉 当然男生要打电话进来帮女朋友或是帮老婆 问就是另一半 因为其实很多男生都很关心另一半的一些问题 如果是这些问题的话 或者是其实我前两天刚好去主持一个节目 他其实在谈的就是不孕 他在谈的是不孕 然后呢就有很多一些不孕的 网络上的一些怎么样吃喝会容易造成不孕的一些迷思 或者是怎么样吃有助于帮助怀孕等等 这些我们就请了两位医师中医跟西医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 结果确实我发现好多好多女生朋友 真的都有相关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特别来讲 因为其实真的会发现 比如说像那天我们有一个迷思 就是说有子宫肌瘤 是 就会比较容易不孕 哦就是那天讨论有讨论到这个议题 结果我们那个不孕症的主持医师 他说不对 他说不对 可是我一直以为是对的 他说子宫肌瘤不会 他说但是如果你是子宫腺肌症 子宫腺肌症 对子宫腺肌症它其实是比较类似像子宫内膜异味的一种 对 还有巧克力囊种等等 对 就比较不容易怀孕 可是他说子宫肌瘤比较还好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 因为我从临床上看 就我之前带诊所 我也有发现一些案例是 可能也要看到肌瘤的大小跟位置 那如果 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会影响 他会不会流产或不孕的一个因素 对 没错 所以他就讲位置很重要 如果说你的肌瘤位置刚好是在一个不太好的位置 那可能就影响着疮 没错 对 所以这个是 但是你说是不是他容易不容易怀孕 他的问题是 不容易怀孕 不容易怀孕 那就会有差 对不对 所以其实就是 有些东西还是要听专业的人来帮我们讲解 那同样的今天 我们昨天的节目 那个 整个浏览人数 大概是破我们这个直播以来的新高 我们总共到现在 一直都还在持续当中 而且分享的次数非常的多 昨天我们讨论的是108克刚 那我觉得今天这集也非常的重要 请大家也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 不管是自己需要 或是身边的女性朋友需要 或是太太或是女朋友需要 都帮我们分享出去 让大家有多一点这样的一个资讯 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 子宫在什么样的状况是 是我们必须要开始注意的 就是有哪些警讯 第一个很多女生可能会有的 叫做金钱症候群 对 什么叫金钱症候群 有哪些症状 其实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多女生 会跟我一样 就是来月金钱7到10天左右 有可能会出现开始冒痘痘啊 或者还有一个是情绪会变得很不好 对 然后或者是下肢会水肿 等等的 这些我们都称之为金钱症候群 那可能比较大家常听到的名称叫PMS 然后这个其实目前呢 文献上或研究上还没有规定说 金钱症候群的原因是什么 那当然其实大部分我们相信是跟 像我们荷尔蒙的改变 就浓度上的改变呢 是会去影响我们这个 整个情绪上的 所以呢可能就是像是身体 像其他像是缺乏那个矿物质啊 或者是缺乏维生素呢 这些也可能都跟金钱症候群相关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金钱症候群 并不是啦 其实它也不算 它不是一个疾病 它是一个症状 就是类似平常大家可能会出现的一些 就是不是疾病 但是就是说你可能必须 它会是一个警讯 告诉你你身体里面可能缺乏了哪些东西 你要去补充 但是有时候也不是缺乏 只是单纯因为荷尔蒙的浓度的改变 然后有些人体质它比较敏感 所以它可能就会对这些改变 我就是耶 你知道而且我现在这种就是 生理期来之前的那个身体上的反应 已经越来越明显 以前可能就是来的前三天会头痛啊 或者是会觉得肿肿的 现在已经延长到一个礼拜耶 对啊 一个礼拜前就开始觉得 可是我也差不多一个礼拜前 真的哦 那这怎么办 这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善它吗 对 其实我们用食物去做一个 缓解的方式啦 所以我其实通常会可能说建议大家可以吃 富含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 哦 你是说平常吗 还是在那一段时间 其实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本身有金钱症候群的人呢 你其实在你来月经前一段时间 你可以开始注意你史上可以选择这些食物 例如哪些东西 嗯 像是富含Omega 3 我刚刚说富含Omega 3嘛 嗯 然后像是钙啊 铁 然后还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这些都非常重要 嗯 那主要是因为Omega 3脂肪酸呢 它当然我们都知道是对我们脑部跟神经系统都非常 就是可以维持正常运作 嗯 那其实它呢 在研究上也有一些指出说 其实我们在补充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它是有助于去改善像是我们焦虑 嗯 忧郁 紧张 嗯 或者是乳房脏通的这些金钱症候群的症状 哦 那我们要怎么吃呢 那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有深海鱼类 嗯 像是鲑鱼啊 鲑鱼啊 轻鱼 嗯 然后或者是一些可能吃素的人 可能就可以从一些坚果类 嗯 或者是一些植物油去获取 嗯 好 所以这个是金钱症候群 就是告诉大家它不是一种疾病 但是它是呃可以缓解的 靠着食物就可以缓解对不对 嗯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多女生 可能会有的问题就是 呃生理起来的时候会有经痛的问题 这个经痛 有些人真的是会痛到在地上打滚 嗯 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闺蜜 它真的是每个月 它一定要请一天生理假 嗯 因为没有办法 它就是呃月经来的可能第一天 我不知道它是第一天还是第二天特别严重 它是没有办法出门 它就是对真的是痛到在地上打滚 出不了它家的门 太惨了 然后我觉得它真的人生是黑白的 就是每一道每个月一定会有一次 每个月一定会对 太惨了 对 那这个问题是很烦的对不对 很多女生都会有 其实很多女生都有这个问题 不只是你身边一个朋友而已 maybe是很多女生都在面临着这个问题 嗯 那其实我们呃所谓的经痛可以分为两种 嗯 那一个是原发性经痛 嗯 一个是续发性 那原发性其实是比较跟先天的体质相关 嗯 那就是可能说我们子宫 呃内蒙会分泌一个发炎物质叫做前列腺素 嗯 那可能就会让我们子宫肌肉去加 加强那个筋软啊 收缩 嗯 所以才会引发经痛 嗯 那次发性的呢 可能就是跟复刻疾病比较相关 嗯 像刚刚主持人有说 像子宫肌腺症啊 嗯 或者子宫肌瘤 骨盆腔炎 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经痛 嗯嗯 嗯 对 好 所以这是经痛的问题 就是可能也要搞清楚自己是 什么样的状况 像如果你有子宫内膜异味的人 对 就是呃 经痛的来的时候就会特别的严重 没错 那所以如果我们要 呃让经痛缓解 可以吃什么 首先第一个我很推荐的是 钙质 钙 嗯 欸其实你刚刚说在 呃 金钱症候群的人也可以补钙 也要补钙 也要补钙 那其实他们作用有点相似啊 就是可以放松肌肉 可以安抚我们的情绪 哦 那如果我们其实血钙不足的话 其实是会去加剧子宫肌卵的 哦 所以就会更加重这个 精痛的症状 嗯嗯嗯 那当然可以建议大家 钙质的话 可以平常从像是牛奶啊 乳制品 嗯 嗯 小鱼干嗯 um 跟像是黑芝麻 嗯 也都是不错的选择 嗯 那他 我们刚刚有说 经痛其实大部份跟前列腺素 就是那个发炎物质前列腺素有关 嗯 那其實這個Omega 3呢 它是可以幫助減少這個潛烈腺素的生命的 所以我如果在精痛的當下 就那非常痛的那個 那個當下我去補充這個 就可以再立刻獲得舒緩嗎 還是說你也是建議它是要長期的去攝取 其實如果平常飲食很均衡的話 讓你的血蓋是維持一定的濃度 其實這樣子會比較好 那當然是你說你精痛 你現在補充鈣 其實大部分上是可以幫助到一點點 OK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 還有就是我們剛剛其實已經提到的 子宮肌瘤的問題了 子宮肌瘤也是非常多女性朋友有的問題 它會造成什麼樣的一些狀況 其實子宮肌瘤的症狀 大部分人不太有什麼症狀 只有非常嚴重的 它可能會有一些像便秘 或者是下腹脹腹痛等等的症狀 那其實它算是複產 就是複產科界蠻常見的複科 蠻常見的一個複科疾病 所以這個可能也是 就像我剛剛說它前面可能沒有很明顯的症狀 通常是要去做一個定期的檢查 可能就會檢查出來 那子宮肌瘤會造成子宮周期不穩定嗎 也有可能 所以還是要看它的大小跟位置 好 所以那子宮肌瘤的話 是不是也有些飲食上要注意的事項 對 其實子宮肌瘤會增大主要也是跟荷爾蒙的刺激有關嘛 所以其實第一個我還是會希望跟大家說 要盡量避免像是飲食跟環境的荷爾蒙 那飲食中像是蝦卵蟹黃這種 荷爾蒙含量比較高 雖然很好吃啊 大家就要忍一忍 那環境荷爾蒙可能就像是一些塑料的一些 塑化劑等等 可是有一種說法說不要吃豆類製品 豆漿是不是不能 很常被問到就是說子宮肌瘤人到底可不可以喝豆漿 其實如果一天是喝一到兩杯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真的嗎 而且其實我反而是覺得黃豆它營養非常豐富 它是優質蛋白質的來源嘛 它可以提供我們一些人體的必需氨基酸 只是說我覺得什麼食物都要秉持著不過量的原則 那如果你今天喝10桶那當然是不行啊 那所以你剛剛說的就是卵蝦卵蟹黃 魚卵也是嗎 盡量避免 然後我看你寫蛋黃也不要吃喔 這個是因為比較嚴格 因為我之前待博院症 然後我們院長就比較有時候會比較嚴格 他就會建議說 那因為有時候病人他是心理作用 他就會覺得說那我是不是也不要吃 就所有的黃都不要吃 那我們院長可能就會建議說那我們就少吃這樣子 有人問說一杯到兩杯的豆漿大概是多少CC 一杯可以喝兩百六十CC左右 兩百六十 所以一天大概五百 就是一杯大概兩百六十CC 一到兩杯 我真的我從被告誡就是說 子宮肌瘤不要喝豆漿之後 我幾乎沒有喝過豆漿 真的喔 因為我自己是肌瘤也有 然後肌腺症也有 都有 所以其實就是每個月周期那真的都滿痛苦 因為量都非常的大 對 所以就是在飲食上我就會都特別的去控制 所以這本書我要認真的看 對 所以剛剛講 那剛剛我們講的是肌瘤 那但是如果今天是 比如說肌腺症啦 或者是 巧克力囊腫 多發性 多囊性 這些 卵巢狀群 也是一樣的狀況嗎 是 我其實想再補充一個 剛剛子宮肌瘤的 就是其實現在也有研究有顯示說 其實我們補充維生素D 是有助於減少 維他命D 對不對 就是可以抑制那個子宮肌瘤增大 我知道 因為我前陣子在買維他命D 我前陣子糾團購 就是維他命D 其實就是因為 其實這兩年維他命D突然間變很紅 對 它在補孕症上很被重視 所以確實就是有研究證實 對 它對於子宮肌瘤 就是可以抑制子宮肌瘤增大 所以其實不只是像買那個 supplement之外 其實我們日常飲食也可以去補充 哪些東西是 比較含高量的維他命D 像是我們剛剛講牛奶 然後乳製品 然後像是一些沙丁魚 鮭魚 跟香菇 都是負含維生素D的食物 那還有一個就是因為台灣 可能女生不太愛曬太陽 對 我就不愛曬太陽 對 其實日曬 15-20分鐘左右 其實是可以獲得維生素D 我就為什麼要去買維他命D來吃 而且我是買D劑 我是用D劑 因為我比較不喜歡吞 吞的 對 我吞咽有困難 你知道就是那種大顆的藥 我就會覺得我都卡在裡面 很難 我沒辦法 所以然後歐美很多 尤其是美國 我不知道美國人是因為他們比較高大 所以他們的食道比較粗嗎 為什麼他們的那個維他命 都要做那麼大顆 然後又 我上次聽藥師說 你不可以隨便給它剝開 因為其實很多藥 它其實是有 可能擔心 對 它其實做成這樣是有 魔衣錠是有保護的 所以我後來就是選擇D劑 那主要就是為了子宮肌瘤 因為子宮肌瘤 就是有這方面婦科疾病的女生 其實很可憐 因為很多東西不能吃 對 沒錯 這個不能補 那個不能補 這個不能吃 那個不能吃 所以就是我那時候是聽 也是一位就是醫生 江醫師 這幾年他都一直在推廣維他命D 所以我也是聽了他的就是建議 他也寫了一本書 就是跟維他命D相關的 他裡面就是其實很大一部分 就是講到你剛剛說的這個 就是 對 子宮肌瘤 它其實是真的是有幫助的 對於女性朋友 是 對 所以好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看其他的 另外我們要來講到的就是 卵巢早衰這個問題 卵巢早衰我不曉得大家了不了解 我有一位朋友 之前曾經打電話給我 他想要來台灣看醫生 為什麼 因為他才三十幾歲 他可能才三十六歲 嗯 嗯 三十五六歲 然後他要結婚了 女孩子他要結婚了 是 然後呢他其實是 他是第二段婚姻 他二十出頭的時候他結過一次婚 就生了一個小孩 小孩那時候已經很大了 都已經國中了嘛 是 那後來現在要再婚 那想要再生一個寶寶 那當然婚前有去做健康檢查 結果他就嚇到 因為醫生告訴他說他的卵巢早衰 他才三十五歲 可是他的卵巢已經七十歲了 哦 可是我那時候聽到我也嚇到 怎麼會有這種事 可是我們在臨床上看到很多這種案例 真的 我還看過一個才二十幾歲 對我記得跟我年紀差不多 他的卵巢指數 就已經是算是非常低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啊 其實目前也還沒有任何 還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一個病因 但是呢通常我們從臨床上來看 其實也差不多是跟你的作息不正常 然後生活的 然後沒有運動 飲食沒有照顧 然後壓力啊 一些高壓情況下 其實都跟卵巢早衰有關 所以如果怎麼樣會 讓你警覺到說 有可能會有卵巢早衰這樣的問題 會有哪些症狀 其實有些人他比較嚴重的話 他可能會開始出現一些 更年期的一些症狀 像熱潮紅啊 或者是失眠不舒服 或者是分泌物變少 其實都有可能 可是這個通常 卵巢早衰這個問題 很常是真的是 有時候不經意做的檢查 或者是像剛剛主持人說 像是婚前檢查 才會發現是不是 對 好所以這個是一部分 然後呢我們等一下回來 我們還要再針對一些 就是料理的部分 還有一些問題還沒有講完 那當然等一下 0223639955 那大家 我們等一下開放callin的時候呢 就會可以開放大家打電話 進來問一些女性飲食照護的問題 10點34分 歡迎回到生活童樂會 現在在我們直播間 還有我們廣播間 跟大家聊 怎麼樣吃可以遠離子宮疾病的 人氣美女營養師是黃小童 小童我們有好多的朋友也都在問問題 我先請大家邀請大家打電話進來 callin專線是0223639955 2363955 所有關於女性照護啊飲食問題啊 只要你是女生 你想要知道怎麼吃 可以讓自己不管是在各方面 比較好的話 其實你歡迎你都可以打電話進來 或是你有什麼狀況 因為其實小童他不是只是營養師 他剛剛的經歷我看了一下 我覺得難怪他第一本書會選擇 原理子宮疾病 因為以前是在復科 在不孕症中心都帶過的 對 所以他對這方面會特別的 我覺得是在醫學的這方面 知識會更多 所以我們請大家可以打電話進來 那我們先回答幾個 剛剛在看直播的朋友的留言 剛剛有一個朋友是洪叔 他說家裡面有青春期的女孩 每一次就是月經來的時候 都痛到一個不行 都痛到一個不行 為什麼青春期的孩子會這樣 我都以為青春期的孩子應該是 很順暢 很順暢 才對 其實現在很多問題都已經年輕化了 所以就像我剛剛說 精痛有分兩種 原發性跟次發性 那可能要先去搞清楚 他是先天性的 還是其實他有一些復科疾病 是沒有被檢查出來的 那如果已經排除掉 復刻疾病這一塊的話呢 那我們就只能從飲食跟生活上去做調理 那我覺得運動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我通常會建議一些民眾呢 可能說一個禮拜至少運動五次 那每次至少三十分鐘這樣子 OK好 所以另外還有有人說這個精痛的問題 如果這個就是 精前一週就開始吃麻油雞 就比較不會痛 有這種說法嗎 我好像沒聽過這個耶 吃麻油雞 就不痛了 你站在你營養室的立場 你覺得平常 因為麻油雞是通常我們是生完小孩之後會吃麻 那你建不建議用這個來補平常 你是說 不管啦 就不管就是補 就是月精或者是前或是後 或是它其實應該適合什麼時候吃 其實如果平常 你不要當作說一個禮拜就吃個四五次 那其實第一個你要面對的問題就是肥胖的問題 因為畢竟麻油雞它的油脂含量算高 那如果你只是說你平常像是兩個禮拜補一次或者是偶爾 我覺得那樣是OK的 好 所以還有人問說他們家女兒二十歲經期都不準 都一直不準 那要怎麼樣用飲食來調養 就是它的經期可能不準 就是每一次來的時間不固定 月經週期不固定 可是你要看它不準的定義是什麼 可能是說它這次可能隔了三十幾天 下一次又二十幾天 那如果是這麼的不規律的話 可能建議還是要先看醫生 看醫生 因為這種我們很難從這樣子來判定是怎麼了 所以其實有一些問題還是先去看醫生 然後排除一些問題或者是針對一些問題來做調整 肌症下藥 可是我有一點一定要提醒大家是 因為很多女生在驚痛的時候可能會覺得說 我忍一忍 就過了 就過了 可能就沒事 但其實我覺得要看一下自己情況 可能你原本是只有這麼痛 但你後面後期越來越痛越來越痛 就是你的疼痛感是加劇的 那你有可能就要去思考說 那我們是不是要去做一個婦科檢查 因為有可能就可能跟說子宮內膜異位 或者子宮肌腺症有關 而且有些人一痛就吃止痛藥 就靠止痛藥過火 這樣也是不好的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要為了生活效率去講 如果他只是吃一顆或到兩顆 然後是遵照醫生的指示的話 我覺得那是算OK的 因為有些人他們是可能痛到要送急診的 那種就沒辦法 好 這邊有人問到說 她的子女16歲有卵巢水泡囊腫 要怎麼吃 這個卵巢水泡囊腫 是不是多囊性卵巢 跟我們說的這個有關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前面講了很多女性的一些子宮的問題 接下來我其實要講的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因為這個可能是大家比較不熟悉的 我們先請曉彤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是 多囊嗎 對 什麼叫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它所展現出來的狀況大概是什麼樣子 其實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整個內分泌系統都失調了 那可能也會導致我們賀爾蒙去分泌異常 然後 通常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呢 最大的問題是 其實女生可能體內的雄性賀爾蒙太高 所以就可能會擾亂我們排卵的現象 所以變成說 我們本來應該要成熟 把卵排出去那個濾炮 還沒辦法發育成熟 所以變成說 所有的濾炮 全部都停留在我們的卵巢裡面 所以在照超音波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卵巢裡面就是會有濾炮 這樣一顆一顆串租型的 這是其中一個臨床的症狀 然後另外兩個呢 是像是沒有來月經 就是或者變激經 然後在做抽血檢查 發現體內的雄性賀爾蒙濃度過高的話呢 其實這些都是去診斷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一個方式 那你要說他臨床表現有什麼 可能說像是多毛症 像是雄性的一些特徵 然後長青春痘 肥胖 或者是黑色素沉澱 這些都算是比較常見的一些 臨床的表現 那如果像這樣子有這個問題的話 聽起來假設是女性都沒有去處理的話 可能也會比較容易補孕對不對 是 因為他不排卵 對 他不排卵 然後因為我沒來月經 所以是受孕的機率相對就會降低 那這樣的話飲食方面也有建議嗎 是 因為造成多囊的這個 其實有兩大主因啦 第一個當然是因為高抑倒數血症 就是抑倒數阻抗 那抑倒數阻抗的情況下 又會導致我們卵巢去分泌更多的雄性激素 所以這樣子就會加劇多囊性卵巢 我們叫PCOS 那PCOS的一個情況 所以首要我們要做的 就是要去降低 抑倒數阻抗的這個問題嘛 所以我們其實飲食中呢 就會建議大家可以吃一些 比較多膳食纖維的食物 因為如果我們吃太多精緻糖啊 或者是高糖分的食物呢 會讓我們的血糖很快速的上升 那抑倒數就會分泌更多 進而當然就是對我們PCOS 是不太好的 所以這個DGI料理 應該就是蠻適合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人來使用對不對 不只是要吃多膳的纖維 我們還要選擇DGI的 可能GI值大家很常聽過吧 但其實他說的就是 我們食物吃進肚子之後 經過消化吸收 會讓血糖上升的速度 所以我們選DGI值是 就是可以幫助穩定那個血糖啦 所以有個很大的一個原則 就是食物中呢 其實越保持它的圓態 然後它的膳食纖維越多 都算是比較DGI的食物 大家可以以這個做基準去選擇 好 023639955 因為好多人在直播上面問問題 一大堆 可是還是建議 如果你可以打電話進來 因為其實你看我們剛剛 在回答問題的時候 那營養師他會 有些東西他可能要再問你一下 所以就問說那你有去看醫生嗎 你如果沒有去看醫生 應該是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可能必須要用這樣的方式 比較能夠來幫助你 就是解決你的問題 或是回答你的疑慮喔 所以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們還是打電話進來問 那還有一個就是很多女生 說不出口的問題 就是常常會發炎對不對 比如說像骨盆腔發炎 會造比如說就是各種不同的 比較常見的應該是私密處感染 對私密處感染 然後再嚴重一點可能是骨盆腔發炎 對那個是在更嚴重 再進一步嚴重的一個情況 那像私密處感染到底該怎麼處理 有些人真的是反覆耶 每個月就是他跟月經一樣 每個月都來一次 而且醫生都會說 當你的這個身體的抵抗力比較低的時候 就很容易就會上來 那月經來之前 其實有時候抵抗力都比較差一點 所以就很容易 就是跟著月經一起來 哇我就聽我朋友講說 那根本就是一個超痛苦的 對這該怎麼辦怎麼吃 但其實我覺得台灣女生很容易 會有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天氣 太潮濕了 太潮濕 而且不管是像冬天或夏天都是 尤其是夏天啊 太悶熱 然後可能說女生可能又曖昧 很喜歡穿緊身褲 然後牛仔褲這一種 都是有可能會導致私密處感染 那我們其實私密處 其實是處於一個弱栓性的環境 所以當它被感染之後 可能失去這個平衡 可能就會就是導致這個感染的問題 所以其實飲食上呢 會建議大家可以多補充 像是益生菌 那益生菌它其實可以讓 我們整個私密處的環境 處於一個弱栓性嘛 然後另一個就是 它可以調整我們腸道的 一些好菌的一個菌蟲 所以它其實有助於 加強我們的免疫抵抗力的 所以其實去補充益生菌呢 對於我們減少這個私密處感染 是有幫助的 那另一個可能大家聽到說 私密處感染 大家會有些人會想到 賣月眉 對 大家都會說賣月眉 但是大家要注意賣月眉是 預防我們泌尿道感染 然後並不是陰道感染 是泌尿道感染 然後可是它 所以跟陰道感染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那到底有沒有用呢 賣月眉我們還是會建議 因為賣月眉它裡面有兩個成分 一個叫做有機酸 一個是前花青素 那有機酸它可以酸化尿液 然後前花青素呢 它有一個抗黏腹的一個火性 的特性 那它可以減少我們細菌附佐 在我們的尿道壁上 所以可以讓那個細菌跟著我們的那個 尿液就排出體外 所以其實也是可以輔佐啦 就是當作輔佐 千萬不要說尿道感染 然後營養師說 蔓越眉不錯 那我就吃蔓越眉 那要是沒辦法治療的喔 對 它只能夠 就是可能有一點點預防的效果 對對對 輔佐的角色 但是你在感染的時候 請妳要去吃藥 對 不要說 我都已經感染到很痛了 但我就是要聽營養師 不對喔 營養師沒這麼說 好 我們有朋友call in 進來了 來 是 我們線上的朋友 哈囉 哈囉 嗨 你好你好 請問妳貴姓 我姓陳 陳小姐好 對 妳想要請教小童營養師 什麼問題呢 喔 我想要問一下就是如果說 她的那個月經量比較少的話 應該要怎麼吃會比較好 喔 你好 我是小童 嗨 我是想問妳的月經量少是指 妳是來很少聽 就是固定都 規律都很正常 但是她的量就是很少 有時候 大概兩三個月都是少的 然後忽然又有一個月又是多的 喔 所以我們要先知道說 妳少的定義大概是多少 因為有些人呢 並不是說 我的朋友她月經量好多 那我就是要跟她一樣才正常 不一定 那我們就是要看每個人的身體狀況 那maybe妳這樣子還是算正常的範圍 嗯 喔 對 因為她的量大概是 一片量少型的 嗯 妳是說一整天嗎 都只用一片 對一整天 喔 一整天大概就是 就是一片量少型的 可以裝到滿這樣 喔好羡慕喔 因為我才是羡慕嗎 就是不會痛 但是也不會就是 就是 就只是量少這樣 就只是當成量少 然後顏色深 喔 這樣不好嗎 可是那樣妳有去做過 可是因為我在準備懷孕啊 喔 那妳會擔心這樣子是不是會 對我就覺得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因為她不健康 然後沒有辦法孕育下一代 會是這樣嗎 因為也擔心說 如果妳的子宮內膜過保 嗯 也有可能會有這個情況 喔對 對 所以我比較想問的是 妳有去做過婦科檢查嗎 有 她 呃醫生的意思是說 就是 看起來是 呃排卵是正常的 嗯 但是 但是就是因為 呃他們是推測 可能是因為有肌瘤的關係 喔 所以是有照到肌瘤 有 有照到肌瘤 嗯 那這也算是其中一個 有可能的因素 嗯 所以妳可能就要遵照 我剛剛有說到 子宮肌瘤我們飲食中 該注意哪些 嗯 就是盡量不要吃 什麼蝦卵啦 蟹黃啦 嗯 這些東西 對 那可能這樣挑戰 可能這個我可能再補充一下 像有子宮肌瘤的人 其實也要多吃一些 我們叫做護肝的飲食 那因為我們肝臟 護肝 對 它是代謝我們磁激素主要的場所 那如果你其實今天肝功能不好的話 那可能就沒辦法把這個 刺激子宮肌瘤增大的這個磁二醇呢 去代謝成刺激性比較弱的磁三醇 那所以我們保護肝臟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食物上可以吃一些像是 優質的蛋白質啊 維生素B 然後一些抗氧化的營養素跟十字花科 像是花椰菜就是不錯的選擇 然後你要記得說少喝酒 然後高油高鹽的食物也要盡量避免 這非常重要 好 所以 所以書裡面都會有嗎 書裡面都會有 好 那我們去買這本書 好 謝謝支持 謝謝你了 希望對你有幫助 謝謝 謝謝 我們時間過得很快 一下已經到了十點五十分了 那所以 其實我們今天本來還想要介紹幾道料理 包括生理期的料理 我看到小童營養師有推薦 元氣蘑菇雞湯 這是蘑菇跟雞 對不對 沒錯 另外還有枸杞紅餡菜 這是用炒的嗎 還是 就簡單的炒的 簡單的枸杞加紅餡菜 還有豆骨姜精力湯 這個豆骨姜是指什麼 我們就是有加了黃豆啊 跟一些穀物 還有一些堅果去打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從這裡這樣看 可以看出其實我的食譜是非常簡單 真的很簡單 女生很容易就可以去製備的 所以這些都是建議在生理期的時候吃 我後面的食譜其實都有針對每個疾病 去建議一些食譜 對 好 所以呢 因為時間有限的關係 沒有辦法再講更多 但是如果大家對於料理本身 因為其實這本書叫做 《這樣吃遠離子宮疾病》 我們今天花了很多時間在討論子宮疾病 然後一點點飲食的建議 那但是大家如果想要看比較多 比較詳細 或者是甚至是這個食譜的部分 其實在這本書裡面都蠻清楚的 那今天我們再次非常謝謝黃曉彤 醫養師 謝謝 來跟我們聊天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去買這本書來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